以这一次如果动员有成功的话 以民调来看的话是要投同意罢名票的人 会比较有投票的意愿 然后投同意罢名票的人应该会比较多 如果有经过动员的话 公民团体的力量的话 公民团体完全是走自主性的 那所谓的这个国民党有没有动 我敢说这一次的国民党完全没有动 这一次的国民党包括 除了钟小平之外 其他的三位议员 都最后一个礼拜才出来露露脸演演戏 他们应该连电话都没有打吧 我觉得国民党完全出误判形式的 这一次的这个选举的这一次罢免 包括台中的选举的结果出来 万一在台北市这个临场所的罢免 是不通过的话 我觉得朱立伦是一定会被检讨的 因为朱立伦这一次一开始 整个战略就不对了 在四大公投原本民调都领先的时候 搞到后来 可以说是全盘揭没 那接下来原本台湾的选举是有所谓的钟摆效应 但是我不知道说国民党为什么那么没有勇气 他们公投输了之后就怕了 他们觉得说台中比较有希望就往台中去 他们觉得说台北不一定 其实完全是是相反的在台北是蓝大于绿的盘 有加上政党的动员的话 这个态势是会相当明朗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为什么会那么紧张 民进党很清楚说这一次要通过罢免的票只有五万八千票 门槛相对的低 所以他们才会全力的动员 但是朱立伦却完全的没有在台北市来出现 包括张亚中包括我们看到的赵绍康都已经出动了朱立伦在哪里 朱立伦完全误判台中言宽横不需要朱立伦 台北市这一局反而说有国民党有组织的动员 这一次五万八会通过是轻而易举的 所以我不知道朱立伦的政治判断为什么那么差 他政治判断真的太差 我觉得他是从原本的政治精算师变成慢了 到后来现在变成顿了 已经有一点到了呆忙的地步了 其实罢免人数的那个投票的那个门槛 在选举之前他降低了呀 对对那这样子还不过吗 其实这个降低也是很可以攻击的一个点 林昌佐做的不好 所以他做了两任五年以来 造成万华的人口外移 我们也看不到说国民党人做任何的攻击 那包括揭发了很多包括林昌佐 他根本他就是住在文山区 那去年买了房产之后 他因为今年的财产申报最新的资料也还没出来 他一直想要骗大家 林昌佐就是个欺骗的人 他就是个骗子 但是国民党的人没有人要跟着打 那其实议题都找给他们不会打 其实应该在中正万华这一区是相对这一次 两个的选举里面比台中应该是还有胜算的 所以为什么舍弃会赢的战场不来 那因为那么害怕 他觉得说台中延宽很严加 好像是比较有希望 但是这是完全误判的 因为包括很多政治的专家 包括曾经在台北市南区当过立委的这个郭正亮 他也这样的分析 包括很多的这个政治评论家都说 其实在中正万华反而应该是要打蓝绿对决 原本的这公民团体之外 如果蓝军有进来朱立伦够聪明的话 这一局是很容易就会过关的 所以这朱立伦一定会被检讨的 请不吝点赞 去看 请不吝点赞 去看 请不吝点赞 去看